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于4月16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创驾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及夫人池田湘峰子 可以池田大作为团长 山崎上建为副团长 袁田忍为秘书长的日本创驾学会第三次访华团全体团圆 编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周日有协副会长张香山 秘书长孙廷华等参加了会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川省新都县马家公社六大队党支部书记赖洪德 带领广大社员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无端提高继续革命的觉悟 学理论 抓路线 促生产 广大社员各个干劲倍增 人人关心集体 今年春季生产 搞得精细扎实 由于加强了对下收作物的田间管理 小麦生长茁壮 油菜花繁叶茂已经开始接则 小麦生长茂 这个大队双季道的面积 由去年的372亩 扩大到850亩 在一秧过程中 他们及时进行了 拔草 除败 施肥等 一系列精心管理 为夺取今年的新丰收 创造条件 上海丰收拖拉机场 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中 认真贯彻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方针 大搞技术革新 进一步发展了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拖拉机底盘装备 长期以来 处于劳动强度大 生产效率低的落后状态 影响了其他工序的进步 全厂广大职工 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和四届人大文件 对农机生产的重要意义 有了进一步认识 他们决心 为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 为加速农业机械化 做出新贡献 三结合小组反复试验 制造成液压底盘装配机 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缩短了装配时间 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大 丰收拖拉机厂的广大职工 环节战斗大干快上 为支援农业建设 生产更多的拖拉机 年轻的修协工人杜宝荣 是服务行业中 一名优秀的接班人 他朝气蓬勃的战斗在革命岗位上 杜宝荣 杜宝荣1971年初中毕业后 被分配到花式修上鞋家工厂 七经上鞋门市部当营业员 在披临批孔运动中 他积极热情的响应组织号召 报名当了修协工人 用自己的行动表明 坚决同旧的传统观念 实行彻底决裂 杜宝荣 杜宝荣和同志们一起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 杜宝荣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经常和老师傅 走街串户上门休闲 他在工作中 不怕脏 不怕累 认为自己每穿一针一线 都是把党的温暖 送到工农兵的心坎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宝荣